今天的鸡血独家 我们来看一看赵美心和赵美心关系好的 还有谁啊 来脆花上酸菜啊 对了 好 昨天的鸡血独家里面呢 我们挖了一下赵美心的日常活动啊 他去了哪些地方出席了什么活动 妥妥的 中共的统战部优秀党员干部啊 昨天呢 我们发现了赵美心和张守胜先生的关联 是通过这个硅谷的高创会 那么这个硅谷高创会是个什么呢 硅谷的啊 这是昨天的坑啊 硅谷高 硅谷高科技创新创业峰会啊 简称硅谷高创会 于2011年 创办于美国加州硅谷 是致力于推动中美高科技产业技术 投资人才交流的大型平台 也就是说最偷技术的一个地方啊 每年呢 在美国硅谷地区举办 高科技行业大型年会 说白了 这个高创会 就是中共统战美国高科技企业的间谍平台 是的 我们在翻看这个高创会的成员名册的时候 发现了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 是很明显的中共渗透的痕迹啊 这里面有一个最直接的线索 刚刚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啊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前面的内容啊 来看看下一页啊 对了就在这里 咱们在第475期啊 前几天475期的节目里面 对于洗死球的关键零部件进行了分析的时候呢 特别留意了图像处理模块来自哪里呢 来自美国的叫做Modidas Modidas这个公司 相信记性好的小伙伴们应该还记得啊 怎么就这么巧 这位来自华山资本的杨磊先生啊 他还投资了这家公司呢 打野号投资了这家公司呢 再来看一下这位杨先生可是真不简单 七哥很多年就说过 想要摸清中共渗透的套路 跟着中共的前走就可以了 这位杨先生深耕美国25年 最主要针对的都是什么呢 都是高科技公司 还投资了无人机公司 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人物 来看看下一道菜 对了 在这里凤凰网 观众朋友们应该是耳熟能详啊 妥妥的中共大外宣平台 对了 刘长乐先生去哪了呢 好吧 我们来继续一下 下一页 对了 这位啊 任美兴先生 上海的文广 然后凤凰卫视 SMG 美国新闻中心 直接叫CCP 美国电视台 比较好啊 来继续上赛啊 继续上赛 这个我记得了 我记得这个叫做科大训飞啊 不是在美国的商务部黑名单上吗 怎么这个胡逸先生也出现在了这里呢 这就是随便翻看了一下硅谷的高创会的嘉宾名单 这已经都是中共统战再加上大外宣 再加上美国商务部已经上了黑名单的 这就是一个中共的硅谷党支部 这个人很全 当然了 不挖坑是不行的 明天呢 我们司令上节目 妥妥的我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大坑 让他来铁啊 好吧 来啊 我们来看下一张挖坑帖 是的了 这位女士 啊 大家都认识了啊 是中共间谍赵美新 那么他旁边这个大爷是谁呢 啊 又是一个脑袋大 肚子大的一个大爷啊 昨天 还有昨天挖的坑 大家回顾一下啊 来看下一张 对于这个硅谷高创会呢 哎 这不是我们昨天挖的坑吗 对于这个硅谷高创会 我们只是浅尝折纸的爆料了一下而已啊 都是表皮 大家从这个Google都能发出来的啊 呃 爆料出来的呢 都是现在这些年 观众朋友们相对比较熟悉的人物啊 还有很多呢 其实混迹 科技界 投资界 传媒界的先生女士们 我们都还没有开始爆料 还是那句话 共产党命不由已 大家都是同胞啊 我们也不会过度的为难大家啊 新中国联邦欢迎你们的加入 哈哈哈哈 除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